欢迎回来 透过许多岁部的缝接 也能制作令人惊艳的艺术作品 第六届台湾工艺之家认证的拼布艺师 在云林北港文化中心举办拼布师生展 展出30多件作品 除了大型画作般的作品 也有实用型的生活小物 带您去看看 不论是庙宇文化的展现 或者是郁郁苍苍的餐田大树 这些乍看如同画作的作品 却是利用小碎布缝制而成 荣获第六届台湾工艺之家的认证拼布艺师 在北港文化中心举办拼布师生展 一针一线 然后透过它的巧思跟创意 把传统的这种拼布 它做了很多的创新 今年周秀会首度参加 美国AQS缝练艺术大赛 便获得第二名殊荣 同时拼布还可以运用科技来辅助创作 把我们的生活带入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我们有创新创业还有创意 这三样的理念 然后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们走到各府的作品 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每一个图案都是JPG档案 然后我们再运用软体的部分 做一个转档 然后可是因为色彩跟线条上来讲 线条会比较难呈现 所以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做一个修图的一个动作 除了大型作品外 融入生活的实用性作品也不在少数 这次展览的作品共有三十几件 民众可以细细品味欣赏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又铭 陈毅文台湾云林采访报道